在旅拍短片中呢 如果想要你的画面在视觉上显得更专业 那么适当地加入一些运镜的组合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几种我常用的运镜方式 全部都是人物和风景相结合的 那和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很简单也是最常见的就是跟随 倒退跟随 前进跟随 以及如果能找到好看的前景的话 我也会用到的平行跟随 观众的视线可以和人物一起走近和探索环境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人与景相结合的方式 拍照时还可以在纵向上去升降我们的机位 给画面再带来一些变化 第二种运镜模拟航拍视角 摄影师在后退的同时尽可能的升高机位 带出整个环境 那这样的镜头呢我会比较爱用在整个视频的结尾 有一种拉远画面的收尾感 第三种呢是摄影师越过人物 从人物带到风景 模特可以给到一个视线的引导 这样画面的转换呢会更自然 第四种是反方向旋转 就是人物转身的方向呢 和摄影机运动的方向是反着来的 我这种旋转的意境因为运动幅度比较大 适合比较快或者旋律比较高昂的音乐 第五种也很简单 就是从全景到局部 或是从局部到全景 如果我手里拿着道具 我又想要突出这个道具的话呢 我就会用到这种运镜方式 今天分享的五种我很喜欢的运镜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一键三连关注我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